这可能是史上最惨的尼姑 因自荣绝世让将军动心 就被将军的儒母拐入后宫 只为让将军开婚 激发他对女人的兴趣 这位将军就是德川家族的第三代将军加光 上期我们说到加光成为了新一代幕府统治者 而他的儒母阿福 也成为了首位大傲总管 是位春日菊 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 春日菊上任之后便创立了大傲 这个女子汇集的深宫宅院 他还以灵能为界 制定了严禁男子出入大傲的禁令制度 一时间是显而易见的春风得意 但将军生母阿将宇却不乐意了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 他和幼子国宗无疑是输掉的一方 看到春日菊如今趾高气扬的模样 他更是气急败坏无能怒吼 只能催促小儿子努力一些 赶在哥哥前面生出下一个继承人 但这事也不是国宗能决定的 此时一直跟随国宗的道业政令 说出了一则小道消息 此话一出阿将与母子顿时一阵窃喜 传闻这位新将军 对美人毫无兴趣 终日和一群男乐师混在一起 对郑夫人孝子更是爱理不理 看样子恐怕有断秀的癖好 工人们也听闻了此事 议论纷纷至于但也表示理解 将军自小在阿将与夫人和阿福夫人的明争暗斗中长大 变得这般厌恶女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阿将与知道了这件事 自是选择大肆宣扬败坏将军的名声 谁知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知道了当年秀中公和阿静的事情 阿将与直接找到退位的上任将军 问他阿静是何人 吓得秀中公连连后退位缩如安纯 直接把锅甩给了阿福 那个阿静是阿福安置的 阿将与文言眉头紧索 这下真是就愁未解 又添心愁了 这日两人一起在外面晒太阳 阿将与将农舟倒在了春日菊身上 提起了当年他给秀中公送美人的事 没想到这人看起来老实忠厚 私下却是诡计多端 好在老天有眼 造就得穿佳光的断秀之品 阿将与这话是真绝情 全然忘了佳光公也是自己的孩子 春日菊听着这番话怒气直冲天灵盖 但他没有表露出来 只是请太上夫人不要重伤将军 当然他也没有置之不理 趁着春光正好 春日菊直接问起了佳光公 谁知佳光公果断承认 都不带迂回的 这下轮到春日菊语色了 将军虽然依然面无表情 但语气听起来的确有些不善 他要春日菊别再插手自己的房中之事 说罢便转身离开 大奥里压抑得透不过气 佳光便趁着忌日带着侍卫 盗叶正盛出城散心 他和民众共同起舞 开心之情异于言表 然而就在此时 来了一个猛面刺客 盗叶正盛演几手快前去保护将军 斩断了刺客的面具 谁知此人居然是正盛的弟弟 春日菊的幼子 盗叶正立 春日菊知道了这件事 会在将军面前忏悔 自己没有教育好儿子 愿意切腹谢罪 这正立一直跟着国松 为主尽心尽责实乃尝试 他肯定不会为了自己刺杀 肯定是为了背后的主子 这要是身查下去 必定会牵连更多的人 佳光和母亲弟弟没什么感情 但是也不想要他们的性命 于是此事便也不了了之了 可春日菊却不打算就此善罢甘休 他来到了阿江宇的住处 提起佳光公被刺杀一事 直接表明了对国松的怀疑 阿江宇夫人文言大怒拍桌而起 外面纯属捏造之事数不胜数 阿福定是为了陷害国松 才捏造出此等谎言 甚至不惜搭上自己的儿子正立 果真狠毒啊 春日菊文言脸上依然镇定 定定望向阿江宇 此话一出 阿江宇顿时哑口无言 事后他找到国松 问他这件事的真假 国松当然不会选择说真话 说正立昨晚在和他下棋 行刺之事纯属污蔑 一定是兄长在忌日时遇到风波 以此来大作文章嫁祸于他 国松都这么说了 阿江宇当然选择相信幼子 不久之后就是去京都拜业皇帝的日子 阿江宇看国松被加光这么扣过 便不想让他前去 毕竟路上警戒松弛 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但国松却不想放过 这个千载难逢的表现机会 不日之后就和兄长父亲一起上京去了 这幼子一走 阿江宇整夜忧心忡忡 总觉得国松会在路上遭遇不测 于是开始日复一日的祈愿 低米味十滴水未尽 片刻都不休息 就这样过了几日 阿江宇终于病倒了 御医前来诊治不久后就下了诊断书说 郑夫人只剩下半个月受命了 春日菊前来探病 阿江宇问起了自己的丈夫秀忠幼子国松 最后停顿了半赏才提起了加光 与其说他是憎恨加光 不如说是憎恨把加光夺走的春日菊 春日菊从他这里夺走了全部 他把这无处置放的仇恨 也转移到了竹签袋身上 更何况春日菊 不仅夺走了他心地纯良的儿子 还让将军秀忠背叛了自己 春日菊被说得哑口无言 阿江宇的恨不是无缘无故的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苦衷 不久之后国松就赶回了大傲 他还没来得及收拾自己 就来到了母亲住处 春日菊看着母子抱在一起 也不由失了眼眶 不久之后加光和父亲也回到了江湖 秀忠第一时间去见了夫人 恳求他原谅自己之前的背叛行为 人知将死还需要执拗什么呢 阿江宇落下泪来心中欺然 然而此时的加光宫仍然沉浸于朝政 并没有往阿江宇处探病 他不知该如何面对母亲 虽然他从未把自己当儿子 但自己的确曾对他的感情抱有期盼 夜晚加光又梦回了时 在梦中他终于牵到了母亲的手 阿江宇夫人脸上一派慈母柔情 他抚摸着竹签带的脸 将她拥入怀中 而现实中的加光也落下泪 他醒了过来直奔母亲的住处 这个母亲真是可怜又可恨 刻薄对待大儿子半生 现在念念叨叨的居然也是大儿子 阿江宇已是冰死之计 他呆呆望着屋顶叫着加光宫的小名 伸出手想要拥抱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然而加光宫并未凑上去 只是崩溃哭泣起来 最终阿江宇夫人在对加光宫的思念中刻然尝试 加光宫抱起母亲大哭 有委屈也有不甘 更是哭着迟来的亲情 六年之后太上将军袖中宫并逝 次年国松因涉嫌谋反被幽禁 以自杀谢氏 此后又是一年 吹日菊之子到叶正胜病倒 在江湖的府邸中 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吹日菊回想起这半生 最对不起的莫过于自己的儿子 他为他不辞辛劳手染鲜血 但是他却连母亲都不要他称呼 将军加光看着如母 主动表明自己愿意当他的儿子 代替正圣照顾他 此番落日之后 便是新篇章的开始 几年之后加光宫依然不亲近女人 故而也没有继承人 吹日菊表面平静内心已经十分急切了 他甚至给正夫人孝子 送上熏染色香的寝衣 以此和谐夫妻生活 谁知不仅没有催发加光的性质 还让他直接抱走 再也不去孝子的住处了 吹日菊见此又开始叙叙叨叨 强调传宗接代是将军的职责所在 听得加光一个头两个大 直接甩袖离去 吹日菊见直来不行 找到了照顾将军的侍女 问将军此次上京拜业皇帝 是否灵性过婢女一类 侍女说这倒是没有 不过的确发生了一件稀罕事 他们回江户的路上 恰巧碰到伊士庆光院第七任主持继位 将军大人因此还停留了许久 那位尼君小姐 也的确是一位国色天香的美女 吹日菊文言一个大胆的想法从脑中冒出 两个月之后 这位尼君小姐受春日菊的邀约 来到了大奥行继任之里 吹日菊见其花容月貌 也不由一番赞叹 但尼君并未因此欣喜 只是向将军表达了敬意 将军认出此人是先前见过的尼君 也有些诧异 直到大臣提醒才回过神来 一番寒暄慰问之后 他便请尼君在江户逗留一段时间 但对方却选择了推辞 他的职责是普渡苍生玉金念佛 所以谢礼一毕之后 他便会返回一世清光月 将军文言漠不作声 吹日菊却抢先道 他不应该推辞将军大人的一片盛情 此话一出 尼君也只得在江户暂住一宿了 然而到了半夜 吹日带着人来到了尼姑们的住宿处 他甚至说理不行打算抢抢 全然不顾尼君激烈的反抗 神情兴奋道 就这样庆光月主持 被春日菊关进了大傲 而其他随行的尼姑 也在被赠予了一大笔钱之后 送回了一世 唯独一个叫阿玉的俗家少女 为选择离开 她出生于烟花柳巷 幸得尼君小姐的帮助 才得如今的安稳 所以她打算常伴小姐左右以报她的恩德 于是她做下一个决定 葬送自己的自由去大傲当侍女 吹日菊见她坦诚执着的可爱 便也答应了她的请求 当然最重要的是 她在这个姑娘身上 看到了当初的自己 因为尼君小姐如大傲 一直未能淡下子似的郑夫人孝子 被迫迁往了僻静之地 只闻新元孝 哪闻就人哭 大傲这座牢笼 又将会锁住多少如花美卷呢